為了Go 我們一起看天氣 這幾天好熱 不過禮拜六就轉變了 北方封面的水氣 不是封面 是水氣 接近所有台灣附近的午後雷這雨 轉多 比較不穩定 下週二開始再轉高溫的天氣 近期還是沒有颱風的跡象 請大家多留意了 這樣的天氣 為什麼會造成台灣很熱的原因 高壓是一個因素 我們台灣高壓如果影響的話 照理講南北是不是一樣的溫度 可是台北越來越熱 其他地方沒有像台北熱的那麼誇張 當然就跟環境還有熱島效應有關係 熱島效應是每個人一起造成的 請大家多注意 我們台灣附近這兩天水氣蠻多的 所以溫度都上不起來 所以大致上各地容易有些午後雷真雨 遇到午後雷真雨能必就必 請大家注意一下 那到了下禮拜二都是一樣的 類似的天氣 下禮拜三四開始 整個高壓會再犧牲過來 又會轉為炎熱的天氣 而且吹了偏東風 那未來這邊很像有一些 擾動發展的機會 不過目前來看的話 我不能說完全沒有 但是這個都是熱力的因素 所造成的缺乏很有條件的 動力的環境 未來的確有這個機會 到8月應該會有這個機會 但是希望它應該要有颱風勝中 我們台灣不能說沒有颱風 還是要靠颱風帶來的一些雨水 雖然也會帶來災害 我們要面對它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老實說 未來下個禮拜 就進入要8月的天氣了 我們要密切注意這未來的動態 大致上這兩天台灣 各地容易有一些午後雷震雨 請大家稍微午後雷震雨 聽到雷聲能避就避 請大家多注意一下 會一直持續到下禮拜二左右 溫度上也是一樣 北部會比較明顯 都是會到禮拜二三之後 會越來越高 請大家注意 還有機會會攀高溫 那這兩天其實南部來說的話 相對的就還好一點點 但是南部來說的話 就沒有像北部那麼熱 午後雷震雨呢 各地都有一些機會 請大家多留意了 像一個不定時 哪裡LG隊一樣跑來跑去 所以這幾天 午後雷震雨會比較劇烈一點點 請大家多注意了 以上是今天的天氣